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性教育台湾的孩子 因此像我妈妈 他们小学的时候是在日本统治之下 那么经过五六十年之后 他们也都年纪大了 结果他们一打听 原来当年教他们的年轻的日本老师还在呢 八九十岁了 所以小学同学就聚起来 出钱请这个日本老师到台湾来玩 大家开始聚会 我记得我爸爸是陪着我妈妈去参加 这个日本老师来台的聚会 我爸带我妈走进去的时候 我妈看到那个日本老师 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可是 我妈妈的那些同学们 都老了老先生 看到我妈妈突然大叫一声 啊 班长 为什么叫班长 原来我妈妈小学好几年都是当他们班上的班长 因为他成绩是最好的 我爸爸吓一跳 因为他平常只觉得我妈妈在家里是一个 嗯 只会去农田里面种田的女性 农田的妇女 后来我爸爸做了工厂 工厂之后他就在工厂里面煮饭 洗衣服带小孩 然后后来呢 他帮我爸爸管财务 管财务之后每天还要煮饭 在中午煮饭给工人吃 所以是一个工厂的讨给女物 然后要照顾很多工人等等 我爸爸从来没有想到说 我妈妈小的时候这么厉害啊 可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外婆认为说 当时认为说一个女孩子 读了再多书也没有用 以后你还是要嫁人 嫁了人之后只有在家里煮饭洗衣服带小孩 读了那么多书是没有用的 结果我妈妈特别敢念这个日本老师 这个日本老师舍不得 我妈妈这么聪明的女孩子 没有继续就学 太舍不得了 于是跑去跟我外婆讲说 拜托啦你让她去读书吧 反正她也在念中学 也要不了多少钱 那你让她读下去嘛 这么聪明的孩子不读 太可惜了 结果外婆说 没有用我们家里是一个农户 我们家里也没有足够的钱 读了也没有用 以后就是煮饭洗衣服的女人 就这样子 我妈妈辍学了 所以我妈妈看到那个小学老师 回来的时候 她觉得 仿佛这个老师 当年就看到她的聪慧 她的天分 而希望能够培养她 真的是一种很好的老师 很有爱心的老师 那么这样的日本人 在台湾也有不少 因此50年的殖民统治 并不是只有好与坏的 这样的两种区隔 而是在民族主义的思考之下 我们对于一个民族 还是要有分辨的 对于人性 还是有更多理解的 而简儿她生命里面碰到的 一个日本警察的孩子是谁呢 就汤德章 我们上次有讲到了 农民运动的女性运动者简儿 她的同母异父的哥哥在小的时候 在焦巴年事件里面 救了一个日本警察板警的孩子 我想我们朋友应该记忆不远吧 我上个礼拜曾经讲到 焦巴年事件的时候 板警抱着他这个七岁的孩子 还在他的庭院里头玩着玩着 结果这个少年走进来说 不对外面已经开始要攻打起义了 所以警察就 板警就请这个少年 背着他的孩子跑掉了 这个背着的孩子 换上了台湾的小孩子的衣服 然后不被当成日本人 还终于活了下来 那么板警娶原住民的一个太太 姓汤 所以这个孩子后来改姓的姓汤 也就是汤德章 那我上次也有讲过说 板警娶原住民有一个背景 就是日本希望开发台湾的三地林野 因为三地林野有很多的资源 而这些资源是过去没有被运用的 而且是现代化的过程中 可以好好运用 所以当我们现在看到 日本的很多神社 里面有台湾的柜木 作为他们神社里面最大的支柱 那种鸟居的支柱等等的 这些都是从台湾的三地林野里面 砍伐过去的 台湾的国宝树木 那也就是开发三地林野底下的政策 那也因为日本人在开发三地林野的过程中 派了许多人类学者来台湾 他要研究台湾的原住民 研究他们的语言 然后利用他们懂得原住民的语言去沟通 就能够更好地了解 台湾三地林野里面 什么地方有特殊的资源 什么地方是一片很棒的 很有资源的原始森林等等 只有原住民最了解 当然包括动物植物等等的 都是这样 这些人类学者就靠着台湾的原住民 带领他们 才真正了解台湾的三地林野 那为了鼓励 这些原住民 跟日本的警察老师等等 就鼓励他们通婚 所以板井才会娶一个原住民的太太 道理就在这里 当然这个过程中有好有坏 好的就是日本留下了很多人类学的调查 而这个调查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特别是原住民的社群被破坏了以后 那些历史记录已经都消失了 尤其是原住民并没有文字 所以口传的历史 如果当时没有记录下来的话 可能随着时间过去就再也留不下来了 那因此当时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资料 包括原住民的传说故事等等的 当然坏处就是 当你这些外来的事例进入之后 很多现代性的现代化的各种教育 工具等等的也打进去了 所以就改变了原来的一种社群生活方式 整个文化就慢慢在消失了 好我们先讲完这个背景 那我们回头来讲 板井在焦巴年事件 当起义的这些汉人攻进去之后 板井就被杀了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 日本警察也被杀了 但是作为原住民族 他当然姓汤的这一位母亲 这一位他的板井的妻子 当然不会被杀 当然是有分辨的 分辨出日本人的 所以他的妻子活了下来 焦巴年事件以后 这个孤儿唐德璋就回头去 跟着妈妈一起生活 他怎么生活呢 事实上他只能够靠日本警察单位 一点微薄的救济 当时也没有一个公开的救济的管道 所以只能够这些警察 特别来照顾他一下子 那么他的妈妈 姓汤的妈妈呢 只能够制作一些布扭扣 做布 然后经理一些这种 小小的扭扣来维生 后来唐德璋在玉井工学校毕业以后 他考取了台南师范学校 那么在师范学校里面 进去学了两年之后 却发生日籍的老师 日本籍的老师歧视他 因为他常常穿着汉族的服装 或者是跟日本的和服不同的服装 他们都把他当成是日本人来对待 但他服装乃至于他的说法 延迟等等都不符合他们的要求 那特别是日本教师的歧视 让他非常不满 我们说过了 日本老师常常有一种歧视性的 把台湾人跟日本人区隔开来 而汤德璋很矛盾 他夹在日本跟台湾人的中间 所以他一被歧视 他觉得已经破坏了他对日本人 他作为日本人后代的自我认同 又被当成台湾人 所以他内心非常之矛盾 最后他就受不了这种矛盾辍学了 辍学以后 汤德璋经过朋友的介绍 进入了狱井堂场 在堂场做什么 他到山上去 帮堂场做烧木炭的工作 就是把一些木材 然后经过熏 然后变成木炭 然后这个工作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使得他跟很多山上的侨夫熟悉了 而一些侨夫 居然懂得中国传统的少林权 所以他就跟他们学得少林权 更有意思的是 因为在山林之间 他也碰到很多传统的 会教汉文的老师 这些齐老叫他汉文 所以日后他有一种文武双权 就是汉文的基础 还有少林权的基础 他有一种文武双权的特质 当然也许因为他父亲是死于交八年事件 而且当时日本所长的缘故 所以唐德璋在这个工作一段时间之后 1926年的年底 他就去参加台南州的 一种巡查的考试 一种巡查就是一种的警察的意思 他用很优异的成绩被破格录取了 然后被派任到台南州的警察教习生 或者随后他就到东石郡担任了巡查 就地方的巡查 1929年他又参加了普通的文官考试 如愿的及格了 换言之他是一个非常聪明 非常能够学习的人 两年以后他升任了台南警察署巡查部长 成为破格任用的主管 这也很不得了了 那么27岁的时候也就是1934年 唐德璋升为台南州的警察部 几年之内他成为一个很年轻的 等于说不知道是日本籍 或者台湾籍的一个局长籍的一个警官了 算是升迁的很快 当然在这段时间 他在升迁在警察工作的这段时间 其实就是台湾农民运动最激烈的时期 而他慢慢成为警官的同时呢 简额到处去参加农民组合运动 简额的儿子陈国泽后来跟我说 因为简额也参加过台共的案件 也曾经被逮捕入狱 那么当时很多人逮捕入狱之后 被里面的警察刑囚 然后欲求刑囚他们 殴打他们去逼供等等的 严刑拷打 非常之残酷 可是他们对简额好像放松了一点 比较轻微 人们会觉得奇怪说 为什么对简额会有点特别待遇 后来他们才知道说 因为汤德璋知道简额在哪里被关的时候 他会特别通过警察的关系 去关照医生说 他是认识的 少吃一点苦头吧 他当然不可能说他们不逼供 但是让他少吃了一点苦头 但是毕竟汤德璋的身份 是一个很矛盾的存在 日本殖民政府事实上是有歧视政策的 歧视什么 其实他有一半是台湾人的血统 也就是原住民的血统 一半是日本人 所以并不纯粹是日本人 他没有办法被当成日本人那样 很快的继续又往上升迁等等 因此他也不愿意在警戒认识 因为在警戒里面他要不断看到警察的政策 对台湾人的差别待遇 同样是犯罪对日本人跟台湾人的不同的待遇 他处在一种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 认同的矛盾 最后他决定说离开警戒 跑回到日本去读法律了 他很聪明 很快的通过了高等文官的考试 可是他拒绝当做判事 因为通过文官考试之后 他可以当判事就是法官的意思 他拒绝当判事 就是拒绝当法官这样的一个职务 然后他回到台湾 利用他考过着文官考试来担任律师 他就在台南开业 那当时呢 已经到了1943年 其实日本的战争已经走入了尾声 特别是43年的时候 美国对日本的一种反攻 已经开始的越来越激烈了 所以事情就到了1945年 台湾光复的时候 唐德彰被推认什么 推认南区的区长 就是台南市这边南区的区长 但是他又不满当地的官员 对当时整个霍乱 当时台湾流行霍乱 那么当地的官员 对于霍乱的预防非常的漠视 所以他提出要改革要怎么做 但是当地的这个市长不理他 他很愤怒就辞去了区长的职务 结果隔了一年之后 他很快就当选台湾省参议会的候补参议员 那还被选为台南市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的主委 事实上这些职务 使得他参与了政治更加的积极 而且参与的更深了 直接的说吧 他已经成为台南市地方上的一个政治上的领导者之一了 二二八事件 就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的时候 台南也一样爆发了 3月2号的晚上 台南出现了群众去包围派出所 我们曾经讲过派出所里面 有分成本省跟外省的警察 那么本省的警察在派出所里面 事实上在二二八的时候没有什么反抗的意志 他们觉得平常就被外省的这些警察的官员 欺负 所以就没有什么反抗就把派出所就让出来了 那么台南的群众就解除了几个派出所的武装 然后让学生来编组等等的 于是这个时候台南市的参议会 就很迅速的邀请了政府人士 跟民意代表还有地方的人士 组成一个台南市临时治安协助委员会 就是为了维护二二八之后地方上治安的混乱 那汤德彰本身是很符合的 为什么第一个他有律师的资格 懂得法律 第二个他又懂得怎么做治安 他曾经有警察的资历 所以他就什么呢 他就变成这个委员会的治安组的组长 到了3月3号 这些反抗者228里面的反抗者 他们成立了临时参议会 就决议说对政府提出撤销专卖局 还有县市长民选等等的七项的要求 然后用台南市民临时大会的民意发布 发布了这个要求 那这个时候的台南市 其实情况不像台北那么复杂 台北市有许多的各方的人士 在那边筹组了后面的处理委员会等等 那我们这个不管先不管台北 我们讲台南市的话 台南市一方面有政府跟地方人士 在组织政治上的斡旋 那一方面呢 有群众跟公家机关民间武装的组织 交杂的临心的冲突在那里 那么汤德彰从3号开始 就在临时治安委员会的协助底下呢 一直工作 一直到5号的时候 大家成立了228处理委员会台南分会 就是228整个处理委员会在台南 终于落定为台南的分会了 而这个时候 汤德彰用治安组组长的身份 开始收编安抚地方上的组织跟武力 你要知道这个时候是很复杂的 也许我们的朋友会认为 大家一直认为说228里面 就是对抗政府军队啦 然后对抗他们的一些 民间的一种力量 所以他们集结起来 然后好像每一次都很团结 但其实这个时候是很复杂的 我对这段历史有一点点 更复杂的了解 是因为我看了吴辛荣的日记 看了许多回忆录 那么这些回忆录里面在讲到说 地方事实上的地方的主事跟 地方的武力的布置来讲 很复杂的 有一些过去是汉奸 那么在日本人走了之后 他还是地方势力 而地方势力又结合了黑道 结合了什么 然后利用228的时候 他要参与到整个未来的 权力的配置里面去 因此很积极参与 所以228的整个委员会的组成 其实是很复杂的 当然地方上的各路的组织 也试图要挤进到处理委员会来 因为如果这个处理委员会 未来变成一个 大家分配权力的中心的话 他要先提早分配到 要占有那个位置 还好汤德彰 算是在这个时候 用他过去的经验 安抚了地方组织 那么也把这些地方武力收服了 整个慢慢把地方上的暴动冲突 慢慢平息下来 所以到了3月6号 台南就平静下来了 那么台南市长 也回到他的位置 回到市长官邸去办公了 可是当然在秩序逐渐恢复的情况底下 我们都知道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 就是陈宜 陈宜一边接受改革 另外一方面 秘密的要求中央派兵来镇压 特别是3月6号 陈宜去电蒋介石 要求派兵 然后提出了一些改革的要求等等 那么 当天晚上 陈宜对全台湾广播的时候 他并没有广播到说 他对蒋介石派兵的要求 只是提什么呢 他说 228处理委员会提出的是 县市长要民选 他提出说 县市长还没有民选之前 现任的市长之中 由当地人民认为有不称职的 我可以将其免职 另外由当地县市参议会 共同推举三名人选 由我来确定一个人 重任市长 意思是什么 陈宜提说 你们既然提出来 228处理委员会 这些人要提出说 要不称职的人 有些贪污腐化的人 那么我可以把他免职 那么你们县市参议会 推举三个人 我来其中 其中确定一个人来当市长 那这样就符合 你们改革的要求 好 很多县市就对陈宜的言论 甚至信以为真 所以台南市在9号 就是3月9号的时候 他否决了现任的市长 因为他觉得他 不是适合的人选 进行新市长的候补人选 那在议会里面进行票选 唐德彰排名第三 他前面第一名是黄百路 第二名是侯全城 他排名第三 然后大家觉得说 好既然这样的话 地方自治就要开始了 由我们地方自己选出来的人选 那事实上在228事件中提出来 最重要的两个观念 一个是民主 一个是自治 所以地方人士就开始庆祝说 我们自治成功了 我们要选出我们自己的市长了 想不到 3月10号 陈宇政府就悍然的宣布了戒严 然后各地的228处理委员会 全部被撤销 因为军队已经上岸了 然后南部的防卫司令 杨俊就率兵很迅速的接收了台南 而且他包围了参议会 把所有的当时被群众运动所缴纳的 从警察局或者各地所收缴过来的武器 全部由这个杨俊重新接收 并且他逮捕了汤德章 称他是为首的暢乱者 为什么是汤德章呢 因为他对于各地的武力 各地的议会群众组织 他是很熟的 所以用为首暢乱者来把他逮捕了 那么逮捕了之后 他要求汤德章供出说 在228事件里面 这些台南的民众组织到底有多少 也就是你在处理治安组的组长的时候 底下各地有多少组的人马 你要供出来 当然只要供出来的话 这些人就可以按图索记去逮捕了 那么汤德章怎么处理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头再来说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世界一把抓 我是杨渡 我们谈到了汤德章在228事件之后被包围逮捕了 那么政府要求他攻出他在资安组组长底下所接触过的各地组织 那么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 因为我要讲一下我们总是把228视同一个整体的事件 但其实228因为涉及到各地的群众组织 所以以台南市来讲的话 每一个地方 他事实上每一个地方原来有地方的势力 而地方的势力组织起来之后 每个地方真正具体负责的人 有各方的势力等等的 那是不同的 所以其实就汤德章来讲 他很有能耐能够把台南市的整个各地的武装势力 或者不同的政治势力结合起来 这也是很不容易的 问题就在于他被逮捕之后 政府要他供出来的是什么 供出来是各地的名单 尤其是各地的组织 当然供出来之后 这个就麻烦了 因为各地逮捕就会非常严重 为了逼他供出来 他受到了严刑拷打 经过酷刑之后 他仍然没有供出来 然后还没有经过审判 就由南部的防卫司令部判处他死刑 在3月13号的上午11点 汤德章被两手反绑 背上还绑了一个标牌 正如同处决的老照片里面一样的 他被压在卡车上 在台南的市区游行 然后从西门路转到中正路 到市政府门前的民生律元那边 进行枪决 而且枪决之后 不准他收尸 不死几天 就这样子 一个这么传奇的生命 就这样过世了 他的一生仿佛是一个 所有悲剧的缩影 因为他的身份是复杂的 多重的 充满矛盾的 他是一个日本警察的孩子 所以他在成长的过程中仿佛 因为他日本警察的父亲的身份 而受到一些日本警察的照顾 受到日本政府的一些特殊照顾 可是他妈妈又是台湾原住民 因此他无论去就学 或者就业的过程中 总是被当成一个 跟日本是不同民主的存在 仿佛他就是一个矛盾的一个存在一样 那他的爸爸又死在 汉人的武装抗暴里面 问题就在于 他又是被反抗者 就是起义者的孩子救了的 所以他对这些起义者 也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情 完全是不同 跟一般的日本警察又是不同的 作为日本警察的孩子 他既受到照顾 又被殖民政府歧视 然后当他不愿意当警察之后 去当法官 结果呢 他又不愿意当法官 因为他宁可回到台湾担任律师 等到台湾光复 他涉入了台湾政治 可是在228暴动的时候 其实各地政治势力都不同的时候 他安抚了下来 收拢了下来 最后却因为这样让他被枪决了 事实上 坦白讲 他的被枪决 跟台湾内部政治的这种内在斗争 也是有关系的 我读过吴新荣的日记里面 他曾经谈到说 当时的各种政治势力里面 往往那些被告密最严重的人 是那些汉奸最喜欢告密的人 像吴新荣 在日据实行是一个反抗者 是一个知名的写文学作品来抗日的作家 可是有过去跟日本一样 当日本人走狗的汉奸 就去密告说 他是参与228处理委员会的人 就这样子他也被通弃了 所以汤德章的事情是 其实是非常之复杂的 而他就是这样的复杂又矛盾的 千百种矛盾的一个结合体 当然 后来台南市政府为了纪念他 特别盖了一个纪念的一个公园 在公园里面设了一个雕像 啊 也算是为他的生命建立了一个永久的纪念 但是 我觉得现在对于他的纪念里面太单一了 仿佛他就是一个228的牺牲者而已 而对于他生命中的各种复杂的元素 也就是 我们看到了他的各种复杂纠缠的元素 在他生命里面 可是我们很少去追溯说 这些各种不同的元素 放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那是多么悲哀多么矛盾的一种存在 事实上我觉得汤德章的生命是很值得探讨的 而不应该用一种单一的政治的观点去看待他 当然最特别的是汤德章跟简额的一种生命的交集 这两个孩子的交集是在焦八年事件里面 一个是反抗者的孩子像简额 爸爸死在事件里面 一个是日本警察的孩子 爸爸一样死在事件里面 那奇迹式的活下来 两个命运完全不同 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 一个继续走上抗日 一个走上在日本的夹缝中 成为很矛盾的存在 然后简额这个女性 成为农民运动的领袖 成为台共的干部 那另外一个呢 成为日本的警官 那但是也同样受到日本殖民政府的歧视 然后在这个时代的悲剧里面 两个都同时走向了反抗之路 一个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 一个反抗日本政府对一个矛盾的 原住民跟日本警察结合的后代的歧视 他们想要走出自己的生命之路来 那台湾光复以后 唐德章死于228事件 而简额受到白色恐怖的牵连 他的丈夫入狱 他自己也被监视 最后流亡到美国去 可是我后来回想到说 哎呀这两个人的命运 多么特别多么曲折 而所有的起源都是1915年 抗日武装起义的交八年事件 在事件之中 他们的父亲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双方 可是这两个人的命运 好像两个民族的命运的缩影一样 复杂 交缠 好像一种很复杂的交响曲 不断的交缠 对话 又矛盾又对抗 又互相辅助 就像简额在被抓了去坐牢的时候 汤德章还会特别交代说 要去照顾他 这么复杂 其实我就觉得说这些复杂纠缠的故事 都超出了小说家的想象了 所以我曾经写过文章说 他们好像风中的叶子 当大时代的飓风来临的时候 人的命运 好像叶子一样被飓风吹起来 在风中飘扬 在风中飘扬的生命 为了理想献身 为信念而坚持 可是被狂风吹得 不断的飘浮在空中 然后翻转 流浪漂泊 就像简额最后在美国过世 好像是人的命运 无有自主一样 但是又却是那么奇特的交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 很值得特别讲一讲 当然在讲这两个人命运的时候 我还是要特别提醒一下 就是我们对于民族 对于国家的许多观念 不应该怀抱一种种族主义 那么简单的观点来看待说 这个种族就会如何 那个种族就会如何 很多时候我们会 用这种种族的方式去自我定位 就说我们是台湾人 是台湾民族论 好像你用这个民族论 就可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未来 那事实上我是觉得 这是非常落伍的观念 为什么 因为这是二战之前 他们提出来的 就特别是欧洲国家 就是民族国家的观念 就是欧洲是比如说 法兰西是一个民族 德国的亚利安是一个民族 然后犹太是一个民族等等 就是你一个民族才足以建立一个国家 那西班牙他们各种不同的语言 文化等等 就是不同的民族去建立自己的国家 可是如果你是不同的民族 是否有可能建立一个国家呢 换言之就像中华民族 就像中国 它不是一个种族主义的国家 所以我觉得种族主义的国家 这个概念 在二战之后 特别是民族独立 特别是国家在 很多东亚的国家 在过去欧洲的殖民地之下 他们被统治了很久 所以用民族独立的方式 要成立一个新的国家 自己独立出来 那结果呢 台湾就沿袭了这样的一个概念 用民族独立的理论 想要让台湾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所以台独论者总是喜欢说 台湾是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 他的理论基础是怎么说 台湾是一个独立的民族 是一个单一的民族 为了成立这个民族 所以就把台湾 试图要变成一个南岛语族 或者是汉族 或者一个新兴民族等等 用各种不同的名词来形容 描述 希望建立一个新的民族 但事实上 这样的概念是难以成立的 因为毕竟台湾是很多 不同族群的融合 很多的移民者 我们觉得大部分都是 清朝时期 明朝时期 移民者的后代 用种族主义去决定它 其实是非常不恰当的 而我们在建额 在汤德章的身上 其实看到 即使是日本人的后代 即使是汉族的后代 像建额这样 可是在具体的时代里面 每个人的命运 每个人的教会 是这么的不同 所以我是觉得 用民族论去简单划定 是错误的 正如同我们说 如果俄国人是坏的 然后俄国民族如何如何 或者中国人如何如何 我觉得用民族去判断 这是都是不准确的 我们在这两个人的命运里面 看到了那么鲜活的 生命的原来的样貌 而那么矛盾 那么戏剧性的人的交集 却又那么感动人 好 我们先讲到这里 回头再来继续为你诉说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世界一把抓 我是杨渡 我们讲到了 简额和汤德章的故事之后 我们还是要回到 简额 在1930年代 也就是日本开始 军国主义的抬头 开始逮捕大量的社会运动者 左翼运动者之后 台湾人所面对的命运 因为这是简额的命运的决定性的瞬间 也是许多台湾的社会运动者 在1930年代面对的一个新的时局 那么我们把场景回到1931年 也就是我们讲到简额早期 在台湾从事各种农民运动的时期 社会运动最兴盛的时期 而在日本刚开始逮捕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进行逮捕的呢 我讲一个故事的场景 那么我们这一段落会成为一个 后续的下一集 也就是日本进行大镇压时期 所发生的传奇故事的开端 1931年3月24号 台北的北警察署 北边的警察署 为了查气台湾共产党的活动 他展开了全面的搜查 那么有两个警察 在台北市的上奎府丁一丁幕 二九番地 一个叫陈春木这个人的家里面 进行搜查 搜查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一个青年 在堆满书类的桌子上 粪笔集书 于是警察看到他在急速 就觉得冲上去去问他 想不到他突然拿起桌上的一张文书 放进他嘴巴里面 咬碎了想要吞下去 而且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想要逃走 这两个巡查看到 这一定有意义 因为他想要吞进去的 一定有一些机密 所以一番格斗之后 就把他逮捕了 而且把他屋子里所有的文书 统统扣押起来 一样在屋子里面 另外一个青年就逃走了 这个被逮捕的人 不是别人 也就是我们讲过的健儿 跟他的农民运动的战友 海湾中部的一个 农民的孩子叫赵岗 赵岗这个青年 这个时候呢 已经得到了肺结核 我们曾经讲过赵岗跟简吉 作为一代的知识分子 他曾经跑到日本去 跟日本国会去请愿 希望他们来同情台湾的农民运动 然后后来他们就跟 日本的农民组合结合起来 那因此呢 我们看见了赵岗在被逮捕了 事实上也就意味着 台湾农民运动 已经开始进入大逮捕的时期 这个时候赵岗很不甘心 因为他心里面还有许多的 志愿还有社会运动的理想 没有实现 可是他得到肺结核 他知道这一次不妙了 他在马路上就高喊 共产主义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结果日本警察觉得更奇怪了 所以逮捕之后 用非常重的刑求来询问他 你知道日本的刑求是非常 非常残酷的 有很多被逮捕的政治犯 在刑求之后重伤内伤内部出血 然后即将要死掉之前 日本刑警请他的家属把他带回去 然后回家两三天之后就死掉了 他没有被记录在 他是被警察刑求致死 而是说他死在家里 事实上赵岗也是这样子 他身体就被打坏了 最后他灌在监狱的时候 没有能够活着离开 过不久就过世了 那另外一个逃走的青年 是叫陈德新 他在1930年的时候 奉共产国际的命令 回到台湾推动台共运动的 一个台共党员 那这一次赵岗他们被查获的 机密的文书太多了 所以日本掌握这些资料之后 后来我在日本警察言各自里面 有陆陆续续看到的那些资料 觉得哇这次真的损失太惨重了 那么赵岗陈德新等人 慢慢被逮捕之后 怎么办呢 事实上有太多人被逮捕了 而整个台共的组织 或者农民组合的组织 都几乎就要散开来了 就是就已经无法重组了 最后原来我们上次讲过的 212事件就是1929年被逮捕 关了一年多的剪辑呢 被释放了 他才刚释放 所以他身上没有被任何罪行 他反而成为倖存下来的人 所以他决定要成立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来帮助这些大量的被逮捕的人 那怎么办呢 他决定要成立一个赤色救援会 赤色救援会其实也是跟日本一样 日本也是成立了赤色救援会 去救援这些被逮捕的政治犯的家属 所以剪辑就成立赤色救援会 那么赤色救援会用十个人为基准 结成一班 然后五班结成一队 就这样在台湾各地建立了赤色救援会 话说回来 其实赤色救援会也有点悲哀 因为在日本军国主义之下 赤色救援会已经是最后的一波行动了 因为他们已经感觉到说 日本的大量逮捕 已经停不下来的情势了 可是又不能不有所行动 不能不帮助他的其他被逮捕的一些成员 所以至少还能够有所行动 要尽量行动 可是剪辑很麻烦 因为他关了一年刚被放出来 所以每天都被特务在跟踪 甚至于他出去外面打车等等 后面都跟着人 真的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但是赤色救援会也不得不做 因为那么多农民那么多同志都被逮捕了 家庭生活那么艰苦 所以他们觉得应该结合各地的 所有过去农民组合的成员 大家有钱出钱 没钱的就出力 帮他们做一点劳动 来互相帮助 度过难关 所以我可以说 其实赤色救援会是日据时期 最后一波的社会运动 而我们讲到的 前几集都讲到的 那个小学的老师 那个带着小提琴的革命家剪辑 他竟然是占到最后的一个领导者 因为他在做完劳之后 刚刚出来就重新把人再重新集结起来了 那么集结起来的一些他的同志 包括陈杰 就是另外一个农民组合各地的干部等等 有人在阿里山附近 组织农民募集资金 发行机关报 也有人在台南那里组织基层活动 有人在嘉义那里组活动 甚至于在北港 用中秋节赏月的名义 再把同志召集起来 就是运动的革命的心不死 还是要继续奋斗下去 那么这个时候 日本的警察已经观察到 四色救援会跟过去的社会运动 又有所不同了 那么在于什么呢 日本官方有一个叫台南新报 他曾经在报纸上这么说 说四色救援会跟以前被减速的 台湾共产党事件不同的是 以前大部分是下层的农民 也就是组织层级较以前的知识分子都低 理论水准也低 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 主张理论观察来看的时候 他会觉得说好像这些下层的农民 不足以恐惧 但是他们单纯无知 愚昧 反而容易做出没有判断性的行动出来 所以日本的警察言各自后来在记录的 这个记录里面说 这些人民族意识特别强 所以他们的行动力也会更强 如果暴动起来的话 其实有很大的危险性的 那么这个就是最后的四色救援会 当然他们也受到很大的压制 但是为了对抗这种压制 他们要做什么呢 他们要把他们的行动 他们的宣传刊物继续做下去 让各地能够秘密的连结起来 所以他们就派了一个很英俊的年轻人 叫陈杰 陈杰到哪里呢 到阿里山和祖祺那一带 成立了救援会的同时 要在那里运行机关刊物 那这个机关刊物到山上去运的时候 是到阿里山上去的 这里面有非常传奇的一段故事 就是日本警察开始发动 大量的搜查行动 那这个行动要搜查到 不只说各地的农民组合 四色救援会的最基层的组织 他同时要搜查他们 这些机关刊物到底怎么流出来的 到最后他们甚至于搜查到 阿里山的山上去了 阿里山上的那个搜查行动 真的太传奇了 我们等下一集再来慢慢帮你讲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知道 阿里山后来发生了许多政治事件 包括高一生 包括了有社会主义 有共产主义的各种 这些嫌疑者 然后在白色恐怖时期 他们被枪决了 很多人都说他们是冤枉的 可是当你从农民组合 农民运动的这个脉络下去观察他们的时候 你发现说 不是 原来这些反抗者是有渊源的 他们的历史渊源在什么时候 在日据时期就埋下来了 因为农民组合的反抗者 最后是在阿里山的高山上的公寮里面 也就是考龙眼的公寮里面 去开始应行他们的反抗的刊物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传奇的追索呢 我们等下一次再来为你诉说 但是我觉得 我还是要想回到我们讲的 我们简额跟汤德章的故事吧 我们一边在讲这个最后的开启一个头 但是回到原路去的话 我还是提醒我们的朋友在 我们讨论到人的命运的时候 讨论到台湾命运的时候 其实要回到人性 人的生命故事里面去 你会看到更复杂的命运的交缠 乃至于更复杂的一个民族内在的转变 而不是只有用政治的符号去定位人而已 好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那么更多的故事 我们等下一集再来诉说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